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我们接下来的话 这一段会比较长 因为我们要给他讲一个很长的故事 讲猛牛的故事 我要说一下 尽管我个人不合猛牛的产品 但是猛牛价格公司作为一个企业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不评价它的产品的优劣 只是说从商业角度来说 价格公司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司 那么这家公司的背景 历史上背景也是很坎坷的 首先牛根生这个人本身就很坎坷 他刚出生大概不到一个月就被他的亲生父母 以大概30块钱的价格就卖掉了 因为他的养父是养牛的 所以他讲牛根生 你们想一下 也许他如果养父是个养马 他可能就叫马根生了 所以对这个穷孩子来说 他很努力 然后终于做到了伊利 是没错 做到伊利的常务副总经历 那么在做到伊利常务副总经历的时候 他跟国家派来的这个董事长发生了冲突 并离开了这个伊利 那么带了一帮自己的兄弟创立的公司 就叫猛牛 所以大家知道伊利跟猛牛就是这样子的 本事同分身相间和太极 但历史上中国这样的企业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华为跟中兴原来也是一家 对吧 也是一家 神州数码跟联想集团本来也是一家 但是后来都是各自为战 这种事情总是发生的 然后呢 但猛牛自己的人说 每当他们去融资 因为他们是一个纯英企业 伊利是个国资的 那么伊利呢 总是想尽办法去反害自己的竞争对手 所以猛牛的融资 经历呢总是非常坎坷 2002年的时候 猛牛呢 找到了香港著名的这个证券公司 叫百富琴 想要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那么香港创业板的融资呢 凭良心说 在我自己的这个给学生的建议中间 我通常不是特别的推荐 因为呢 香港创业板的这个流动性 比我们中国大陆创业板差不多 那么故事水平也一般般 所以当时的话呢 市场上有三家比较著名的基金 发现了我们这个机会 一个是蒙三丽 一个是这个鼎辉 中国很著名的鼎辉 还有英联 那么这三个基金发现了这个投资机会 然后他们第一次啊 投了猛牛啊 就投了猛牛的A轮 你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猛牛在当时的话 整个他的这个财务状况是非常混乱 因为猛牛就本身就是一个啊 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很草莽的企业 比较说出双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为了作业 我并没有考虑企业的规判法 所以呢 最起码从我们专业财务投资者看来说 这公司肯定是千中百孔 但没关系 这只要是好的生命 这样的缺点 我们是能忍受的 但是为了防弹这个风险 所以三个基金就设了第一次对赌啊 这第一次对赌呢 赌的赌的这个标的就是猛 利润要增长百分之一百啊 利润要一年翻一翻啊 据说猛牛是提前实现的这个翻一翻人 那么这第一次对赌赢了 完了之后猛牛又缺钱啊 他们第一次投了两千六百二百元金 以AP股的架构投了 就是猛牛赢了 第二次呢 2003年的时候 又赌了第二次 又投了三千五百万元金 猛牛又赢了 然后赢完之后 2004年猛牛 IPO完成啊 完成 那么这个2005年的时候呢 这个三个私募基金 工程升退 带着将近二十个亿的利润走了 所以这个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这个度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第一次对赌啊 第一次对赌 第一次对赌的话实际上是这样的 这个猛牛呢 他们到海外出色一个架构 这个叫红头结构 首先呢 在开曼群岛 他们抢注了一个公司 叫China Ferry Holdings 这里我要跟他请听一下 这个抢注价叫法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呢 事实上我们在国外出色公司呢 都是买买买什么呢 买律师事先已经注册好的公司 然后改成自己想要的公司 所以呢 一开始牛根森先生呢 他注册一下中国乳业控股公司 想高大上马 叫中国的公司可不容易的 我们凡是叫中国公司都是央企 比如说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些公司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对吧也是这个 也是央企 结果他到了香港才发现蛮大 这个就是中国叉叉叉 所以他们据说后来还是又换过猛牛的这个名字 猛牛这样的名字 就是在香港反而是对不对 在在香港 你要叫中国某某某 大家都是 那么他们后来又注册了一家 其实也就买了一家公司 改成自己的名字 作为控股公司 一家叫金牛 一家叫银牛 这个名字非常朴实 反映了内蒙古人民尊追求财富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信心 金牛呢是管理团队 银牛应该是上下游的供货商跟经销商 那么三个基金在屏幕的右边 右边 那么他们具体来说是这样子的 三个基金三个基金买了开卖群岛的公司的股份 金牛一牛也买了 但是两个股价格是不一样 金牛一牛投了是A股 我们叫A级普通股 不是我们大陆A股 每一股价格一块钱 每一股 怎么卖给他们多少股呢 5102股 5102股 换句话说 在当时的话 他们花了不算数据费 花了5000多美金 4万块钱人民币 当时人民币对美元还是1,8的 那么每一股有 一份受益权 有10票投票权 换句话说 A股是超级超级投票权 有10票 有10票 B级的股票呢 B级的股票 这三个基金头就比较悲催了 B级股票的话是多少呢 每一股530美金 530美金 那么总共呢 48,985 然后呢 投票权 跟受益权都是1 那么这句很有趣的情况就出现了 如果大家看看屏幕就知道 这个呢 呃 猛牛的这个 A股 他的投票权呢 有 5万多票 啊 那么 B股呢 只有48,000多票 换句话说 如果从从投票权这边是51 这边是49 啊 所以呢 控制权是在牛根生啊 为首的这个金牛为牛手里 但是如果从受益权来看 是1比1的啊 受益权这边的话5000多票 那边48,000多份 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呢 当然是这边占了90 这边占了不到10% 可以这样的一些 那么 这个利益机制 如何体现呢 您想一想 这个牛为生帮人家管的钱 然后赚的钱 大头为人家 这明显不合理嘛 所以他们最终设的对组是什么情况呢 是如果啊 猛牛2003年的利润 2002年的利润 同比 2002年的利润 同比增长 100% 啊 那么这个 啊 a股就可以按1比10的比例转成b股 a就可以f的按按这个按这个1比10的比例转成b股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这边如果乘以10 那么这个10%不到的股份 9.4%的股份 瞬间就变成多少呢 变成51了 啊 并且他们真的兑现了 所以呢 这个队 人家赢了之后 人家提前几个月实现了啊 人家的股份 净牛一牛由9.4 瞬间变成多少 51% 1比10 转换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控制权又回到我们对生手里 但是因为他们兑现的比较早 所以三个基金呢 又允许净牛一牛 以面值 面值就是百送了 面值一股一美分了 可能 增持15% ok 有百送 然后完了之后呢 三个基金为了跟牛根生先生 个人表示感谢 各以一美金 总共 三美金 也就24美 24人民币的价格 卖给牛根生个人 6.1% 这部分股份叫老牛 后来成立一个老牛基金 同意的对价就是 牛根生乘坐在三年之内 不离开猛牛 啊 那么这样加起来 三个基金 十股比例变成70 啊那个金牛银牛加老牛 变成72.1 这边三个基金的持股比例呢 由多少呢 由原来的90.6% 经过对赌变成多少 27.9% 我在课堂上经常问 那个我们台下听众说 那你们觉得三个基金 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 拿块豆腐撞一下 看能不能死啊 因为输这么惨 出了2600万美金 你吃下27.9% 人家出了5000美金 你4万块钱人民币能占了 四分之三周的股份 然后底下同学一般我回答的是 这个不亏 这个不亏啊 为什么不亏啊 因为我自己投的这股份增长就行了 我自己股份的价值增长就行了 我不在乎别人赚多少钱 牛根生乘能挣钱 那他那他本事 我只要自己投了2600万美金的价值 又得到增长就好了 那么如果拿2600万美金 占27.9%这样的投资比例来算 那三个基金实际投资猛牛的 实际投资猛牛的这个成本是 市盈率的多少倍呢 按2002年算应该是这个8倍 按2003年算应该是3.5倍 现在3.5倍能投到猛牛这样的 优质公司或者是8倍都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我们记得了啊 做这门生意的话 做投资要算自己的账 别关盯着别人的眼 别人别人的菜啊 我们中国人有个非常不好的心态 只要你过的比我好 我就受不了 这个不合适啊 这个做投资绝对要有这样 要有这样的觉悟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我们这里面设的这是对赌吗 是是对赌 但是啊 他实际上是真的有赌吗 真的有相对吗 真的有你死我活吗 没有 呃 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对赌协议里面是这样的 如果团队赢了双赢 如果团队输了双输 是不是 这个例子很明显 如果牛根森最后这个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空格公司 那么哪怕是把百分之百的股份给摩3D一年顶回这三个基金 他们也是白搭 我们做纯财务投资者 我们擅长买空外空擅长所谓的资本运作 但是我不擅长企业管理 你给我为企业那种管理都害死我 对吧 啊所以的话这个对赌大家记得了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二次对赌 啊 这是对对赌一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个框架对赌对赌二啊 呃 我们可以给他看线啊 在讲对赌二之前 可以给他看一个采用类似结构的这个公司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呢 事实上是有这样的这个AB股结构的 比如说像谁像百度 像京东都是一样啊 像百度我们摘了2012年年底的时候 百度的股权结构给大家看一下 百度的A类股有2700万股 然后投票权呢 1比1啊 B类股是由李彦宏和他爱人啊 马东明女士共同持有的 大概是780万股 但是呢 投票权可以乘以10倍 所以1比10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尽管他们B类股的股东持股只有780万股 A类股的2700万股 但从控股权啊 从这公司角色权来看 B类股的投票权占了4倍 A类股反而只占了4分之1 啊 那么你们可以做个简单算数 我呢 事实上如果是持有1比10的超级投票权的股票 那么我在上市公司里面持股交不低于10% 我永远控股这公司 那京东就更狠了 刘强东持有的股份呢是1比20 啊 他投票权 也就是说刘强东个人如果不减持京东的股份低于5% 那么他永远控制这公司的大部分的投票权力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方便我们创始人能够控制这公司 呃 这个在香港是不允许 在中国大陆也是不允许的 因为大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们公司法有这样的条文就是同股同权 那么这里面明显同股不同权嘛 大家都是股东但权力是有分级的 呃 那么美国之所以允许这样子 开漫之所以允许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呃 应该说符合我们中国合同法另外一个原则 叫合同秩序原则 只要你请我愿啊 没有显示公平 我告诉你是这样子 你愿意来做 那当然是可以的吧 所以国外的这个法律会相对比较开放 那么在我讲这个课的时候 我们中国政府也在考虑要是不是允许优先股 并且呢 像银行股的优先股已经在试点 也就是说中国也开始认识到可以同股不同权 只要事先事先说好就行 不要搞事后规则 啊 那么如果大家有有有兴趣可以去翻译一下 巴菲特的 Berkshire Hathaway这家公司 他有A股也有B股的 他的A股应该价格一股大概在 20来万美金吧 一股啊 20来万美金 B股的话大概一股大概120美金左右 那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他AB股的投票权是不一样 收益权也是不一样啊 巴菲特呢 极都不喜欢散户 极都不喜欢 如果不是呢 那好多人给他压力 他肯定不肯发行比赛股 那么谷歌就争动了 谷歌ABC都有 那么如果大家想当曼联队的股东可以 你们到纽约去买曼联的股票 曼联股票也分AB股 也分AB股 好吧 好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 第二次队股 刚才讲的第一次队股 已经耽误了 不少时间我们讲到第二次队股 这是第一次队股完之后的这个结构 牛根生个人持股6.1 那么金牛银牛加起来呢是66 那么三个基金大概加起来27.1 这时候我们注意到他又不喜欢这个中国乳业控股 这个名字了 就往上通过换股的方式 注册了一个新的准备上市公司的公司呢 叫蒙牛 叫蒙牛股份 蒙牛乳业 那么一样注册在开门 一样注册在开门 那么这边的话呢 这是这样的情况 蒙牛那个上市公司缺钱 三个基金 三个基金 那么三个基金联合起来 向他注资3500万美元 但这次注资是什么 这次注资就是这个可转换债券 我们给一个即将上市的公司 2003年10月份做这笔交易的时候 蒙牛已经计划2004年上市 我们给一个计划上市的公司 投可转债是什么一个逻辑呢 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团队啊 如果这公司做得很好 能够上市啊 在股票下的高开高走 那么我们这可转债 因为是可转换成股票的债权 那实际上就是一笔股票投资 那我们就最后变成股票 来发累 那么如果呢 上市之后这个股票价格低开低走 一直往下去 那好歹它是个债 你到处还本付息啊 尽管这个利息比正常债权要低 但好歹我们把本保住了 所以本质上正是一个投机为目的的 这样一个投资 那这个蒙牛这样上市公司 为什么愿意接受可转债呢 你可以从蒙上市公司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 如果上市之后股票价格高开高走 你行权了 你最终变成我的股票 但是行权的价格肯定低于我2003年10月份 融资时候的这个股票的股票价格 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 我相当于在2003年10月份 以比现价更高的价格提前卖掉的股票 是不是 因为最终你行权了吗 或者说如果你将来不行权 那么你来跟我要求还本付息 我最终实际上是在2003年10月份 你比市场利率还要低的这个成分 借了一笔债 所以的话可转债这种东西 对于融资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公司的成长前景可以支撑的话 是可以接受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国外的话 经常很多公司还没有上市就可以发可转债 我们中国的可转债是比较奇葩的 我们只有上市公司才能发可转债 本身就是太没有太大意义 没有太大意义 那么这个可转债这个东西 我们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开 给中小姐去发 中小姐目前发的都是这个中小姐私募债 而且还不好卖 不好卖 我们中国目前战券市场主要信用 都还是国家信用 那么为了鼓励团队努力工作 三个基金呢 就跟金牛就是管理反对的这个持股的这个公司呢 做了一个对赌 如果猛牛呢在2004-06年期间这三年每年符合利润增长率超过50%以上 ok 那么三个基金加上金牛赠送7830万股的猛牛的股份 ok 但是如果没实现金牛呢 要向三个基金赔偿7830万股 这赌博的意思就大家看出来了吧 当然呢他可以选择不给股票 给按限价给现金也可以 那么对于三个基金来说 如果这个赌输了 那我们好歹有个安慰了 好 好歹有个安慰 我们有3500万美金的格赚债可以赚钱 对吧 如果赌赢了 那其实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就是赌赢的话 3500万美金的这笔投资就贬值了 对吧 所以呢他们还是希望赌输的 还是希望赌输 那么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 到2005年的时候 这个猛牛的利润已经跑得很快了 那么三个基金就跑 跑去跟那个牛温顺商量 说老牛啊 按照电影台是可以想说 认输赔一半行不行 大家可能说这个白子黑痴的签的 签的合同怎么可以认输赔一半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只要是商业的事情 你情我愿不违反 不违反法律 那就可以了 所以最终实际上 他们是友好的协商 最终实际达成的这个协议是这样 在2005年的时候 这个协议就提前终止 本来应该是在2007年才完全结束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三个基金认赔 赔了不是赔78030万股 来打个折 赔了6,260万股 那么在当时2005年6月份的时候 猛牛一股的股票价格大概是 大概5块多港币 那么按照这个结算的话 这一笔三个基金又亏了三个多亿 输了三个多亿 那么肯定问题目前的你了 这个你们觉得三个基金是赚了还是亏了 那么有了第一次经验之后 我相信你们应该清楚 这三个基金实际上是赚了 因为什么呢 他亏了三个亿的小头 但是那3500万美金的可转债 尽管出市成本也就是三个亿 现在增值肯定不止三个亿 肯定增值太多了 不止一倍两倍的事了 所以对赌还是主要以激励为主 为这个目的 当然要看公司的基本面 比如说太子奶 太子奶的对赌跟这个梦牛 第二次对赌的结构就非常相似 但太子奶就读书了 就读书了 OK 那么这个对赌的具体条款 在我们这个PPT上大家可以细看啊 那么最终实际的情况 就是三个基金 以2005年提前终止协议 并想今年赠送 6,260万股的可转债 就是这个 这笔交易就这么完结了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三个基金的进 进入还是退出 他们实际上是2002年的时候 进了一笔 那是多少 2600万美金 2003年的时候 又进了一笔 啊 3500万美金 初略的算 大概是这样 加起来6100万美金 总共大概折额港币多少呢 港币大概约略一下 差不多415000万 差不多这个水平吧 初略的算啊 初略的算 那么2004年6月份 某牛上市 三个基金卖了一股 这个叫卖老股 在中国A股 目前也可以做 原来不可以做 卖了3.9亿 3.9亿 然后呢 2004年12月 他们将可转贷行全 卖了10个亿 只有拿回了10个亿 13亿 14亿啊 2005年6月份 他们那个 对组协议认输啊 赔了3个亿 但是呢3个亿是从那个 3500美金里面掏的啊 那么所以呢 他们实际上 呃 可转贷行全 再把这个其他的啊 赔完那个牛哥生那部分 剩下那部分剩余的部分 卖了卖了9.6亿 所以实际上 三次套现加回来 拿回多少钱呢 港币23亿5000万 也可能我还有错落啊 有可能他们别的卖了 我不知道 但最起码从我掌握这个数据来看 这三个基金 2002年杀进去 到2005年6月份杀出来 2002年7月份吧 差不多 那么总共三年不到的时间 那么这家公司呢 最终是套 这三个基金套现了19亿 赚了19个亿啊 套现了23亿5000万 配售完成之后 三个基金持股 比例降到0.18% 彻底退出了这个交易啊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三个基金 这笔交易 是不是非常精定啊 啊 那估计平目前跟你肯定的说 是 确实很精定啊 除了两次对赌 还赢了19个亿 这生意可以做的 我也可以做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猛牛后续的发展 那么猛牛是2002年 2004年这段时间啊 设得对 我们看到06年以后 猛牛的业绩还是突飞猛进 除了08年 因为三局勤案 猛牛的利润 利润率突然变成负的之外 猛牛的这个整个的消耗收入 都在高歌猛进 啊 所以猛牛这些公司的后景 还是十足了 那我们再看下一家 下一页啊 这个猛牛 这三个基金究竟在哪个时间 推出呢 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 2005年6月份 那么如果这个三个基金 再晚卖一点 到2007年再卖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猛牛 最高价曾经到35 曾经到35 也许你可能会说 老师他要是在晚卖呢 不就有2008年 这个三局勤案又回去了 其实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猛牛这家公司啊 事实上后进还是十足的 我们之前讲这个 消费品投资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 善诞的我赫赫之功 我是不喝猛牛 但是那作为我们国民 不可能不喝猛牛 我们不喝猛牛 你就喝伊丽 要不喝光明了 反正三个中间大 很大的概率 你会喝到其中一个 所以从长期消费增长来看 这三个基金 肯定是会不断的 这三个乳液品牌 肯定是有他们的红利空间的 所以的话呢 那猛牛的长期投资价值还是赞的 三个基金呢 他们可能逻替就是 我只赚 从非上市到上市这一段 那上市之后 你再增长就不关我事 但客观来看 他们少赚大概六七倍的钱 那么在我讲课的这个时候 猛牛又回到了历史最高价 又超越了历史最高价 因为从长期来看消费品 应该是正确的投资方向 那当然呢 中间还有第三次的私募全投资 我们之前讲了两次在哪里呢 在猛牛最困难的这个时候 也就是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 由中良集团 加上著名的私募股权基金后普 这两家基金 总共以七十一港币的价格 入股了猛牛 那把金牛银牛老牛的股份呢 全部买断 据说中间也设了一次对赌 但因为我没有掌握到 具体的这个对赌的这个数据 所以呢我们也不方便去评价 那么客观的结果就是 应该是牛更生最后输掉了 这场度过 是不过三马第三次输了 并且把这公司输给了中良 所以现在中良 中良是猛牛的控股公司 猛牛从一个名银银 最终又变成了一个洋企 呃 我经常这样评价这个是猛牛 这个发展 在朱镕基时代 我们经历的非常明显的 国退民进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可以说大家看到我们 银银银银有着很大的发展 那么到了这个 呃上一届的这个政府手里 我们呢 呃 国有企业得到了长处发展 央企得到长处发展 但是民企业的生存空间呢 客观上还是会激战的 像某种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那么到了这一届政府 我没有重新提 发展可能所有的经济 鼓励民企业发展 那么这种轮回在将来 他还会重新再出现啊 当这个天下大事 和久必分分久必合嘛 所以猛牛 这个事情应该来说 也就是我们企业发展中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缩影 就是我们中国的呃 民企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缩影 那么也非常感谢牛根生先生 他给我们呃 这个私募股权贡献的这么经典的案例 比较可惜的是猛牛没有在他手里 永远的这个控制下去 或是最起码在做一个民企业长久的程序下去 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们这一段啊 就接到这里 这个关于对赌的这样一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经典的案例 谢谢